大家好 今天咱们画一张双寿图 为了庆祝咱们的国庆节 咱们这个构图呢 是枝子构图 现在就开始画 先把老干淡墨画 陶干横抹来寸擦 中干小干来画好 再把兽带鸟来画 头部花青画好它 雨冠身躯画下来 连上蛋干 画上爪 猪标来把尾部画 两只鸟儿再对画 兽桃要用猪标数红画 侧封先从桃尖起 再把另外半边画 越画越浅留白光 这样桃子立体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掌握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半边画 淡墨长条来画印 七只耻杨栋梁 继续 拌干来把液晶钩 藤黄画好鸟的眼 国庆节礼画双寿 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人民生活幸福美满 这张画呢咱们就画完了 下边注意几个问题 这个构图呢是枝子构图 也可以说为牌子构图 这老干的陶一定要横抹 咱们前面说了是吧 同桃横抹 抓住这个兽蛋鸟的特点 有冠鱼 有冠鱼 它尾巴特别长 这陶叶呢是细长 枝干要穿插 按照我的口诀来画 口诀已经放在评论区里 请大家查看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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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